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婴儿出生后的喂养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是一种相对松散但非常重要的关联 自然分娩的新生儿在经过产道的时候 其全身及口腔都会吸进大量的来自于母体的友好细菌 这些细菌在出生以后开始大量进入我们的身体 并与机体的免疫系统和平共处 此外出生以后通过母乳传给孩子的友好细菌 对于保证孩子建立健康的菌群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图演示的是母子之间的菌脉相传的途径 包括产道 皮肤 哺乳和口腔等等 下面我们看一下肠道菌群是如何建立与发展的 一般来说胎儿在母体子宫内时处于无菌环境 出生时其肠道是无细菌定质的 出生后即开始虚氧菌和坚性艳氧菌的定质与繁殖 之后肠道菌群便经历由无到有 由简单到复杂 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发展过程 生命初期肠道菌群定质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时间 分娩的方式 环境和地域 喂养方式 抗生素的使用 等等 婴儿两岁左右才发展成 与成人肠道菌群相似的菌群 肠道菌群在此过程中是根据肠联膜的成熟程度 和食物的多样化依次形成的 宿主基因组成会影响微生物的核心组成 如同卵双胎分开居住 它们的微生物组成 比起无关联个体有更高的相似度 因此每个宿主都有自己独特的微生物 这个图演示的是肠道菌群的数量分布 其分布特点是自上而下 即从胃开始到十二指肠 空肠 近端回肠 远端回肠 数量逐渐增多 最后到终端结肠 细菌的数量达到峰值 如果没有这些友好的细菌占主导地位 被其他有害细菌侵占的幼儿 便很容易发生过敏性疾病 甚至增加孩子罹患精神神经疾病 甚至癌症的风险 这个图演示的是人体的菌脉的影响因素 来自母体的因素 包括母亲对环境的暴露情况 消毒剂及抗生素的使用情况 饮食结构等 来自婴儿的因素 包括抛工产 广泛的洗衣浴 抗生素的使用 以及奶瓶喂养等 2014年美国的Martin Blazer教授 出版了著名的 Missing Microbes一书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中国在施衣公和藩等著名教授的 联媒推荐下翻译出版了中文版的 消失的微生物 在这本书里 Blazer教授通过一系列事实向我们说明 滥用抗生素 任意抛工产 以及奶瓶喂养 正向三把利剑 把无数家族世代延续的 菌脉拦腰砍断 让无数的孩子身体暴露在 过敏 自闭症 糖尿病 癌症等多种疾病的高风险之下 因此 要保证人体的菌脉 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 提倡自然分娩 尽量减少抛工产 二 提倡母乳喂养 尽量避免纯奶瓶喂养 三 尽量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尽量避免使用广浦抗生素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同学们 再见